大家好,我是波波 很多韩国朋友跟我说 在YouTube上看不到中国大陆的频道 但其实有很多中国大陆的YouTuber 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几个 我经常关注的YouTuber 他们的发音都比较好 希望通过他们的视频 你可以学到更多的汉语 第一个,李子柒 她的影片不怎么说话 是展现出中国田园式画风的一个频道 向网慢生活的人比较喜欢她的节目 如果你对中国的田园生活感兴趣 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她 第二个,看电影了没 这是一个介绍电影的频道 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电影简述 发音清晰,但是语速有点快 喜欢电影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三个,能量传播官方频道 这是一个访谈节目 采访的对象也是中国比较受关注的人群 对访谈节目感兴趣的人 可以去关注一下 顺便了解一下中国那些有名的人物 第四个,Shry So Serious 这是一个健身的频道 像我平时很喜欢健身 所以我经常关注它 博主中文发音很清晰 人也很帅 身材也非常的棒 剪辑的也非常的好 喜欢健身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它 第五个,时音 这个频道介绍了比较多的中国古代文化 对中国的古装或者古风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六个,Test TV 这是一个介绍电子产品测评的频道 如果你对电子产品感兴趣的话 不妨去订阅一下 第七个,Oh Emma 她是一个美妆博主 对化妆和化妆品感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八个,老高与小莫 这个频道是一对夫妻 讲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对科学、宗教和未知世界感兴趣的人 可以去了解一下 但是汉语水平一定要好 不然你根本听不懂 第九个,有书快读 这是一个介绍书籍的频道 主播发音清晰、标准 对发音不好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里面的词汇可能会很难 所以如果你想听懂它 必须是终极以上的水准 第十个,美食作家王刚 这个频道主要是教授烹饪中国菜的频道 王刚是主播 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 但是很有地方特色 很亲切 如果想学做中国菜 可以去了解一下 它很有意思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YouTuber 希望他们的节目 能提起大家学习汉语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关键 希望大家坚持到底 辛苦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